网红吸粉的方式千千万,要是撞脸明星,功夫能省一半 一张明星脸,真就给网红们带来了流量密码 本期星光复读机,带你看看以下15位靠撞脸明星而走红的网红 第一位,陆哈 要说撞脸界的顶流,绝对非陆哈莫属 网红陆哈的确长相神似明星陆寒 就连网民,也是按照盗版正主的方式来起的 2020年,陆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为大家好 我是陆哈,不要再叫我陆寒的视频,直接冲上热门 陆哈本名叫林达乐,2000年出生,老家在江西 上学的时候,林达乐在职校学过气修 毕业后跟着父母去了福建一家鞋场工作 之后又在家人的建议下学习美发 店里的师傅拿他练手,给他做了个发型 从那之后,就开始有人说林达乐长得像陆寒 没多久之后,工作不顺利的林达乐转行做起主播 最开始他只是计划走,颜值主播的路线 网民也和陆寒没关系,叫爱笑的林达乐 但总有评论说林达乐长得像陆寒 他索性走上了模仿陆寒的道路 没想到,尽一炮而红 走红后的陆哈还联合了长得有点像黄子涛的网红黄子城一起拍视频 因为陆寒和黄子涛原本都是组合EXO的成员 所以陆哈,黄子城两人索性碰瓷碰到底 取了个EXO的组合名,热度一路飙升 第二位,黄子城 刚才说到的黄子城,以模仿黄子涛走红 他其实比陆哈出道还早,也是壮脸界的顶级流量 网传黄子城的真名叫张伟,2001年在海南出生 除了身高外,黄子城确实与黄子涛十分相像 他经常模仿黄子涛撩头发的动作,颇为神似 还自己剪辑了与郑主连麦的视频,吸引了一波流量 走红以后,网红黄子城完全获得了明星的待遇 前不久他离婚,也像明星一样发布离婚声明 不过这份声明,没有他加入ESOL和退团热度高 当然这些都是炒作,黄子城退出ESOL的理由也非常无厘头 因为他要回老家考驾照 不过,黄子城最近已经表示要改名为张子成了 究竟是真的要做回自己,还是怕侵权收到律师函 怕是只有模仿明星的网红自己心里清楚了 第三位,九月 和前两位明目张胆模仿明星,从明星身上蹭流量的人不同 这位网络红人,并没有往正主身上贴 只是因为长相相似,不用说什么,就获得了不小的流量 网红九月不用自己说长得像谁 自然就有大把的评论替他说了 因为长得和肖战有几分相似 九月迅速走红,吸粉40多晚 肖战脸型瘦长,棱角分明,有一双桃花眼 九月的眉眼和兔牙尤其像肖战 也有网友说他是低配版的肖战 虽然像肖战也因此引起关注 但是九月却试图和肖战贴亲关系 回复评论,表示自己不像任何人,没有模仿肖战 有了人气之后,九月开始直播带货 还受邀去了演员赵英子的直播间 甚至凭借着和肖战几分相似的长相 成功进军演艺圈,拍起了古装剧 但是没有了美颜滤镜的加持 九月和肖战的相似度有所减损 网上曝光了九月演戏的胎基照 现实生活中的九月不仅不像肖战 甚至和视频里的他也差距很大 第四位大大大 制服变装的地铁小哥哥大大大 被网友们称为长沙罗进 早在2018年,他就在乘坐电梯时一笑走红 收获了200多万点赞 地铁小哥哥原名叫衰立峰 原本是长沙地铁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寸头短发,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演员罗进 有几分相似,因此走红网络 这位网红在社交账号中更多的是生活片段的分享 有穿着休闲装的逛街日常 也有穿着民族服饰的旅行片段 还有穿着西装模仿男明星走红毯的整活场面 现在的衰立峰早已不在地铁站工作 不过社交平台上还留着他四年前穿着工装制服拍摄的视频 第五位,张怀佩 他是易烊千玺,见到张怀佩,可能都要愣上几秒钟 张怀佩不仅长相和易烊千玺相似 连出生年月都完全相同 能和顶级流量壮脸 张怀佩的热度自然是少不了 64个视频就吸粉近30万 他也有意模仿易烊千玺的发型和动作 相似的眉眼加上飘逸的刘海 连郑主的粉丝都傻傻分不清楚 甚至有粉丝喊话 希望他作为替身,替易烊千玺拍吻戏 这样自己喜欢的郑主就不用拍吻戏了 只能说现在粉丝的脑洞也很是奇特 第六位,朱细男友 像易烊千玺的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名叫朱细男友的 您觉得和前面一位张怀佩相比 他俩谁更像 一开始朱细男友只是往短视频平台上 投放自己的自拍照 结果易烊千玺的粉丝以为是郑主 前来点赞打卡 但很快粉丝们就发现了照片 并不是易烊千玺本人 朱细男友也因此走红网络 第七位,爱吃的棉儿 演员赵丽颖在民间也有着自己的姐妹 抖音红人爱吃的棉儿 就是因为撞脸赵丽颖而被大家所熟知 也因此成为一名专业网络主播 圆脸,圆眼,樱桃小嘴 爱吃的棉儿在滤镜的加持下 确实很像赵丽颖 特别是梳着丸子头嘟嘴卖萌的时候 像集了赵丽颖在电视剧《姗姗来了》中的扮相 尽管她没有任何才艺 但是就凭借着这张脸 收获了500万的粉丝 很多人把她错认成了赵丽颖本尊 还经常在评论区对着她向赵丽颖表白 第八位,向静 演员迪丽热巴是一位有着抑郁风情的新疆美女 在娱乐圈里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长相如此有特点的迪丽热巴 也有人跟她撞脸 这个人就是网红向静 向静2018年开始发布短视频 因为向迪丽热巴 她的粉丝数如今已经超过350万 向静有着和热巴相似的大眼睛 鼻梁 在妆容 发型上 也模仿迪丽热巴 不过 网友对向静的评价褒贬不一 因为她在一位模仿热巴妆容和穿搭的同时 又声称自己火的时候还没有热巴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格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反感 甚至有粉丝怀疑她是整容脸 也质疑视频都是通过AI换脸制作的 第九位 妹妹 网名为妹妹的这位网红 原本是一个美妆博主 她的妆容清透偏日韩戏 圆圆的眼睛和瓜子脸 像极了韩国演员李志恩 靠着这张明星脸 妹妹迅速在网上火了起来 除了身形像阿英李志恩一样娇小 妹妹还特意模仿李志恩的穿着打扮 甚至就连她标志性的可爱表情和身体动作都模仿了个遍 这让许多网友傻傻分不清 以至于有人称她是李志恩在中国的双胞胎姐妹 第十位 商城小谢 商城小谢原本是一名普通的木工师傅 2020年3月 小谢发布了一条自己在工地自嗨的短视频 因为外形酷似电视剧欢乐颂里的小包总杨硕而迅速走红 恰好这个时候欢乐颂热播杨硕饰演的小包总 匹率多金的形象红遍大江南北 小谢也顺势一夜成名 如今已经是拥有320万粉丝的三农自媒体人 第十一位 雍杰伦 如果问全网模仿明星最成功的人是谁 那无疑是雍杰伦了 雍杰伦原本是周杰伦的狂热粉丝 因为过于喜欢偶像 加上自己跟偶像长得有几分相像 所以他从2017年就开始模仿周杰伦 在外观造型上 雍杰伦有周董同款单眼皮和洛塞胡 在演唱功底上 他也有周董独特的软弄口音 雍杰伦的模仿是极其成功的 在走红网络后 他开始接商演 也和一些模仿界的同行合作拍摄短视频 不得不说 模仿达人身边也是藏龙卧虎 2018年 雍杰伦甚至还在赵文卓 陈国坤主演的电影《功夫联盟》里 客串出演过周杰伦 第十二位 糯米 海口吴彦祖糯米最初 只是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生活 却因为长相酷似吴彦祖意外走红 之后他的视频里 基本都画着仿装 侧脸和眼睛 颇有吴彦祖年轻时的气质 他每到某地 就挂上某地吴彦祖的名号 对观众来说迷惑性极强 不过时间一长 网友们开始质疑诺米蹭热度 建议他不要再提吴彦祖这三个字 知道大家已经看卷了 诺米就低调了很多 不再主动提及正主 不过还是有许多新来的粉丝 不停在评论里面呼喊 他实在是长得太像吴彦祖了 第十三位 蒙面大飞 蒙面大飞英为长相酷似胡歌 一夜爆红 长粉二十万 他穿着格纹衬衣 刘海略显潦草 胡子若隐若现 眉眼间确实有胡歌那股潇洒自在的劲儿 乍一看 连胡歌粉丝都以为是偶像本人 但了解老胡的人都知道 胡歌是个低调钻研演技的演员 应该不可能这么高调地活跃在短视频平台 第十四位 林二岁 网红林二岁不仅跟林俊杰长得像 连歌声也有几分相似 但林二岁真正走红网络倒不是因为撞脸 而是他到处碰瓷 甚至辱骂 诋毁明星 说杨颖是他的前任 迪丽热巴太老配不上他 肖战长的晦气等等 这些言论引起了各家粉丝的重怒 林二岁这才让给网友们骂红了 第十五位 阿万 网红阿万眉眼间有几分像张一新 尤其是化妆 开了美颜之后 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不过阿万的刻意模仿 引起了很多张一新粉丝的不满 指责他蹭热度 东施笑评 但有更多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网友 纷纷喊话他加入ES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